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当中的中国电影的市场已经不是用火爆两个字可以形容了 比方说这个美人鱼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部 那么根据统计2016年春节七天全国电影的票房接近了35亿人民币 相比2015年18亿的票房记录差不多有翻了一倍 相信电影机前的你肯定也有所贡献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部或者两部呢 没有买到票 没错如果你没有提前预定火热的电影市场很有可能会令你吃到闭门羹 而你看国内景盘的观影场面都引起了路透社等外媒的关注 因为往往春节当的票房数字占据全年收成了5% 那么按照今年春节七天34亿元的成绩 今年全年票房将有望达到600亿元 600亿元是什么概念 作为全球最大市场去年北美市场总票房将近700亿元 而创造史上最强春节当的电影名单 不出所料被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 拱立郭富城主演的西游记之三打败古今 和众星云集的澳门风云三所占据 本来呢业内预测这三部片子会在春节长假三足鼎立 不过七天下来美人鱼以碾压般的姿态傲视群天 截至二月十四日每天破两亿 长假七天狂扫十八亿 已经秒杀用时一个月才收获十六亿的港九 寻龙爵 下一个目标是超越捉妖记的 二十四亿华语影视票房最高纪录 估计也就一两周的事 他就是拍的片子还是蛮搞笑的 后面有感动之后呢 觉得他这个电影宣传一个对环境的一个保护 非常好看 周星驰上一部导演作品西游想摩片 已经是三年前的事 美人鱼上映前周星驰对于新片内容一概保密 目前来看这饥饿营销着实起了效果 再加上影片上映之后 观众反响包多于贬 而勤快的新爷在大年初四 又立马开工一天跑一个城市 和内地观众亲密互动 这票房冠军也就这么跑出来了 那么厉害啊 值得一提的是 深谙宣传之道的新爷看到票房这么高 也一步步揭开电影幕后面纱 先是曝光删减片段 其中邓超饰演的刘轩 看到真正的美人鱼后 来到警察局报案 从而引发一系列搞笑桥段 竟显心事无厘头风格 刘轩长你恐有难 我们两个呢都是很遮掩的警察 而且办过很多的大案件 比如说这个吸血僵尸 贪污案 对 还有这个外星人行贿案 对 最重要的是 恐龙的 弹毒案 一个美人鱼绑架案 有什么会想 对 每一区我们都将主板 进来归案 然后将报案人 冲到精神病院 然后周星驰又透露了一个小彩蛋 那就是他自己也有份参与美人鱼 不过这角色嘛 你一定想不到 你们应该没有人猜到的 那个人鱼老太太 睡觉的时候这个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声音 当然美人鱼在今年春节票房市场的问鼎 也要感谢对手的成全 曾建制20亿票房的 西游记之三打白骨金 以目前7亿的走势 估计很难达到预期 其实对于该片 大伙纷纷表示 五毛的特效终于成一块的了 你看都把小孩给吓到了 有点吓人 还挺好看的 特效做得也非常好 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团队 的确花了很多的心血 希望我们的电影 开始在一个电脑特技上面的 一个新的标杆 可偏偏就是因为 三打白骨金的故事 太家喻户晓了 很多人反而提不起欲望 去看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故事 这本来对澳门风云三 倒是一个利好 但这帮大咖实在不争气地 拍了个烂片 前几日网上还流传出某影证 因为澳门风云三太难看 而向观众致歉的滑稽一幕 记者在采访期间 过节最不挑的观众 都大胆摇起了头 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是太好看了 剧情太乱了吧 然后太无厉害了 对此主演之一的刘嘉玲 也首度发声 承认树的心服口服 那两部电影我都去看了 确实在我的立场来说 我觉得他们两部电影 都比我们好 因为很难得这么一般 优秀的演员在一起 我觉得除了拍一些 搞笑的电影之外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点点的故事情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看来这中国的春节党 还是比西方的圣诞党还要厉害 你把他认为 我 你们